這個就很尷尬了 因為這是人家送的 如果說你這個真的很開誠不公 講了一些很敏感的事情 那你怎麼對得起人家的好意 對這個政府來說 對蔡政府來說是一個兩難 剛才講到意識形態 是不是台灣什麼都用意識形態 來擺在最前面呢 觀眾朋友 我們的前總統陳水扁 最近他重出江湖了 他幹嘛 他主持廣播節目了 在微微笑廣播電台 昨天他專訪了一個人 這個人叫邱毅仁 很多人說邱毅仁 是民進黨過去的 這個選舉最厲害的 一把手的操盤手 所謂割喉割到斷 邱毅仁他講到了一件事情 他說台灣人 其實不能決定自己的前途 台灣到底要不要台獨這件事 也不是自己說了就算 難道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來聽聽看 他的訪問裡頭是怎麼講的 我一直不知道我在找 我就說可能就是很自然的 我們很尷尬的情形的標準 所以那是醫藥 媒體理容也知道是陳文謙 誰說我在找 我自己去看電視 我閉嘴才會這樣 台灣要宣佈獨立這個事情 這說起來是很不可奈何的 就是說不是台灣人民 自己可以決定的 這說起來很殘酷 但是這個現實 就是說要再拒絕到 國際形勢 要再拒絕到 中國的可能的作為 所以在這些拒絕裡 我認為你要當作一個目標 來推動 打拼 我認為那是好的 但是在現實上 你現在要來做 我認為是不但引起大家的經典 國內自己也不斷 美國不要說中國要跟我們打 美國就反對 好 邱宜仁他自己講到說 在319槍擊案那個時候 這個後面的記者會 319槍擊案17年前的會後記者會上 他突然浮現了一抹神秘的微笑 那有人就因為他那一抹微笑 質疑是不是當時的兩顆子彈 是自導自演 邱宜仁在17年之後 上了陳水扁的節目 他說不是 因為記者有點抱怨說等很久 所以我就有點尷尬了 在那個情形 他才有這一個表情 那個時候他出現這樣的 的表情 他自己都不知道 這是他對17年前 一個表情的一個解釋 另外講到台獨這件事情 他說台灣要宣布獨立 這件事情講起來 其實是無可奈何 不是我們台灣人民 自己可以決定的 美國都反對 不是只有中國說要打你 美國都反對 以我目前的了解 美國根本就不贊成 好 台獨辦不到 不是邱宜仁 現在才講過去斑斑歷史 來看看當陳水扁 在當總統的時候 他說了什麼 他說 我不能夠自己騙自己 也不能夠騙別人 在我的任期之內 要把台灣的國號 改為台灣共和國 我做不到 2016年 當時已經卸任的總統 前總統李登輝 他說 台灣的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是個別存在 我從未主張過台灣獨立 因為台灣已經實質獨立了 2020年1月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說 兩岸關係不會冒近 也會堅守原則 只要北京當局 有心化解對立 也符合在符合對等尊嚴的原則下 願意共同促成有意義的對話 另外 我們可以看到反對黨 包括洪孟凱 他就說台獨這樣的議題 就是個假議題 台獨這項議題 就是民進黨拿來騙選票 操弄的工具 這很多藍營的說法 就是洪孟凱的說法 另外 你可以看到劉世芳 民進黨的黨團幹部 他說 沒有台獨夢歲 你怎麼說什麼 沒有台獨夢歲 現在台灣本來就是 獨立於中國之外 這是一個大的題目 來 先請葛哥 好大的題目 我覺得邱玉人那個微笑 我就不討論 因為搞不好 他天生就長那個樣子 那怎麼辦 可是他那種微笑 那時候我們媒體的解讀非常多 是 非常非常多 對 因為看起來很詭異 就是穿那種正常人 是很凝重的那種表情 那搞不好 他天生就是一個怪咖 所以他就會露出那種表情 我不知道 因為每一個人在遇到 震驚的時候的反應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 每一個人都可以 有不同的解釋 我很難去講 可是你說台獨這個東西 我老實講 三十年前的人都知道 台獨就是個假議題 就是胡說八道的東西 老實講 真正主張台獨的人 是黃信介那個時代的人 是真的第一批的 黨外時期的這些人 他們對台灣獨立是有理想的 而且他們不知道 台灣是不能獨立的 他們認為只要努力是 他們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 他們認為台灣獨立 是有機會成功的 那一代人是認為 可是到第二代像阿扁這種人的時候 他已經知道台灣不可能獨立了 他們其實心裡很清楚了 所以阿扁當年才會講說 不是 不是我不做 是我做不到 就是這樣 事實上就是我做不到 所以阿扁當時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可是我覺得最糟糕的就是 你一開始 你不知道能不能獨立 所以你往前衝 我覺得OK 人要為自己的理想奮鬥 可是到了第二代阿扁的時候 你們明明已經知道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你們持續在用欺騙的方式 你看明明在野的時候 鋪天蓋地也在講說 我們就是要獨立 台灣要獨立 然後講了一大堆 然後現在自己執政 還第二次執政 蔡英文還連任 永遠都是下禮拜五 永遠都是在研究 所以顧寬明就有罵蔡英文 永遠都是現在很危險 到最後他們只好發展出一種 莫名其妙的理論 就是劉四方這種理論 台灣現在本來就獨立於中國之外 那我請教一下 假設台灣一開始 就獨立於中國之外 這是民進黨的認知的話 那過去這三十年 你們在發什麼神經 是 來請上司哥 當然今天有關於 他突然講了這個台灣 台獨辦不到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 我相信在民進黨內部 還有在對岸中國大陸 可能都還會引起一些小小的旋風 特別是中國大陸 我想都會引用說 你過去一個陳日本身邊 甚至現在也還在蔡英文身邊 這麼樣一個重大的 民進黨的裡面的一個操守 自己說出台獨辦不到 我覺得這個當中 兩邊民黨內部 其實都會有些騷動 但是其實在這次 這個訪問出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 其實我還是很仔細在看 理解邱毅仁這號人物 因為這個timing 邱毅仁其實是一個 就剛剛講 他其實是一個操盤 各方面頭腦非常非常縝密 算計能力非常強的一個金牛座 我不是講說所有金牛座 但是所以他在裡頭 他的那個算計 他雖然我們也都知道 瞭解跟他的為人 跟他私交不錯的人都知道 他其實在私下聊天當中 其實也是有時候會哈啦啦 就很海派的說出一些話來 這次是在跟阿扁這個 你知道過去不能說主仆 但至少是我認為 在阿扁執政的時候 是最重要 在操盤整個台灣國家 命運的這兩個人 一個陳水扁 一個部分就是邱毅仁 他們在這個對話的過程當中 很多可能在那個當下 是比較放鬆的講出這個話 所以我沒有認為這個裡頭 他會連結到現在這裡頭 跟蔡英文的想法 會有其他政治效應的想法 這應該其實就是邱毅仁自己的想法 當然現在如果後面引起 包括民進黨內部的一些反應 或等等 邱毅仁也不是不會修正 各位 我們現在對民進黨 任何人現在說出一個 讓你震驚四座的一個實話 或大白話 包括現在防疫的陳時中 你不要以為 你們怎麼就突然 突然怎麼又攀然悔悟 沒有的 他們下一秒就突然有新的說法 所以也不用太過驚訝 當然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確實也點出有一個 我認為最關鍵的問題就是 其實過去無論李登輝時代 不要說馬英九 李登輝時代或陳水扁執政時代 其實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對於兩岸 兩岸當中始終還是有個禁忌的一個底線 這個底線其實就是兩岸戰爭 也就是說過去無論陳水扁或在邱議員時代 他們即使心裡頭非常想要台獨 但是只要當中稍微靠近或碰 接近一點點兩岸戰爭的一種危險性 或競技性當中 其實都會修正或收射 前次跑兩岸新聞非常久 我想我也是 我們這裡頭都看到這一點 可是現在有個問題 我認為也是邱議員現在會說出來的 一個此刻的一個背景 就是現在確實是除了蔡英文 蔡英文畢竟在陸委會過去兩岸談判 她還是有個總體對於兩岸有一個把握 除此之外 我相信蔡英文身邊的人 包括現在鄭文燦或包括賴清德 這一波他們身邊的人 因為他們都沒有過去真正的接觸或操盤 或實際在談判桌上跟老共有過實際的接觸 對於兩岸的部分其實都是一些笑聲 跟一些想像 所以現在做了很多一切當中 其實都為什麼都不一直感覺 一直往兩岸戰爭靠近 包括現在像疫苗這件事情 很清楚美國的大戰略 在中美衝突當中 台灣的軍事也是拿來利用 軍也拿來利用 現在連疫苗都拿來利用 作為中美之間的一個對抗的部分的籌碼 但是在這過程裡頭 我覺得邱議員現在講的背景是 現在的所有主要民進黨裡面 主要的 主流的這些人當中 都會覺得好像現在可以利用美國 那麼需要我們的這個機會 好像可以把台獨的更多的東西 透過美國需要台灣的這個狀態來實現 所以這個當中的這種傾向性 或更接近往台獨的這種想像 而這個當中導引往一個兩岸戰爭的 這種危機的可能性 我覺得無論如何在邱議員的 這一代的民進黨當中 還是有一點保守的 所以這是邱議員 我認為在這個時間點上講出來 而且邱議員跟現在蔡英文身邊 這種當朝民進黨的主流 非常想要 非常想要台獨實現的 這批人思路還是有點不同的一個背景 這是我的解讀 是 好 觀眾朋友 您對於我們今天討論的題目 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歡迎您打電話進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我們的電話是0226562700 0226562700